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我剛開始創作 其實那個人都是純粹的一個人 然後那時候的人其實也單純 就是回到一個女人 或是一個個人的一個情感 或是心理空間 那時候我常常以自己為一個創作對象 所以那個時候的創作切入的角度 其實是往內的 往內是 往內看到的其實是自己 然後這個自己其實也不只是自己 就是說他可能是比較觸碰內在的 或是去探討一個 或是抽絲剝繭的去挖掘出 自己的或是說人的內在的一些狀況 或是狀態或是情感 對 我要講就是說當你那個自我 你那個往內去探討自我的 那個那一份情感 那一份書寫 當它已經飽滿的時候 其實 你就慢慢有了能力 我說的能力就是說 你就具備把那個 那一份你本來關注自己的情感的 往外去關注到更多的人 好這個時候其實那個試點是轉移到往外 往外的話其實你看到的就是 人與人 那人與人其實就構成整個社會 以前我的作品或許只對我自己有意義 當我只是描述我自己的時候 其實那個作品是對我自己有意義 但是當我的自我已經圓滿 我已經有那個能力去書寫 或是說去觀察 或是去觸碰我以外的人 然後讓作品也可以去 就是說跟別人對話勾起共鳴 或是那一份情感 因為人類它其實是 每個人是獨特的 但是人還是有一些共同的情感 那如果我的作品可以承載這些 人類獨特 但是又共同的情感 然後引起共鳴 如果我有這個能力 我的作品如果有能力 對更多人有意義 我願意去做 為什麼不 像我最近期的作品也 會常常去思考說 那個 人與這塊土地之間的關係 對 那其實土地它其實蠻 你說它很具象 它雖然是很具象 但是你要去書寫 這塊土地它的氣質 它的情感 或是說它的風格 就是說你的作品感覺到 就是一個台灣人 就是這塊島上的一個 一個視覺的話 它其實就變得很抽象 可是你怎麼去抓出那種氣質 跟書寫 這一塊 你對這塊土地的 的一份情感 其實我覺得這樣一路走來 其實是變 是有一個小小的 你自己本來只有能力去關愛自己的 然後慢慢的 你有能力去關愛這塊土地上的人 這次會 會 就是說 就是說 取這個島嶼的深情榮眼 島嶼當然是這塊土地 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一直 環繞的其實也是 一直是這塊土地 然後 我覺得 深情的榮眼是 我想刻畫的 就是我用 我 一貫關注自己的 那一份情感 來關注這塊島嶼 來書寫這塊島嶼 它的樣貌 它的氣質 它的容顏 對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